歡迎收看全能事務所 趕快邀請下我們今天特別來賓 第一位是蔡總 高超以及偉群 另外還有世聰 好 首先我們帶所有觀眾朋友們 來了解一下APEC會議當中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習近平 訪問了這個八牛 那受到熱情民眾的一個歡迎 不過隨即就進行了太平洋三國 中國的一個國事訪問 那在國事訪問的最後一站 是來到了菲律賓 好 菲律賓也大陣仗的來 這個迎接習近平 不過在迎接的背後 卻出現了這個菲律賓民眾 大聲的一個抗議聲音 那這一個大聲的一個抗議聲音 也引起了這個警方的一個重視 那麼這些民眾 菲律賓的一個民眾的話 特別指出了就是不希望 中國在南海的一個主權上面 進行一個爭議的一個行為 那麼也不希望菲律賓的一個政府 做出任何的一個讓步 那麼菲律賓不會陷入 中國大陸債務的陷阱 希望菲律賓政府不要做出 對中國任何的讓步 不過習近平在這一次的一個 國事訪問當中的話 也簽下了合作的一個備忘錄 那麼這一次引起全球的一個 最主要是在G20之前的話 習近平是不是已經開始 進行了戰略的一個佈局 那麼這個佈局佈局到了菲律賓 菲律賓已經 中國大陸的元首已經有 十幾年的時間 長達十三年的時間 沒有踏上菲律賓的土地 那麼這一次呢 那麼這一次呢 簽下的一個備忘錄呢 高達了兩百八十億美金 那麼這麼高的一個美金的一個 背後的話呢 其中還包含了一個南海的一個 油氣合作的一個備忘錄 這是呢 引起菲律賓民眾呢 最大的抗議事件 謝謝 我們來說明一下 中國跟菲律賓的一個關係 在菲律賓上一任的總統 艾奎諾三世 因為南海主權的正義 一撞的告到了國際仲裁的法庭 然後仲裁的結果出來 中國你在南海宣誓主權 沒有法律的效果 菲律賓來不及慶祝 杜特蒂選上了總統 然後選上總統 杜特蒂兩年前 救了以後馬上就到中國 然後呢 中國也說 好 我給你很多的一個援助 好 現在習近平來到了 菲律賓訪問 落實 你不要空口說白話 是 落實 所以中輝簽署了29項協議 我們看其中一個內容 菲律賓跟中國之間的石油 天然氣的開花亮解備忘錄 以前不是為了這個石油 炒得不可開箱 現在合作 對 現在合作 好 再過來 菲律賓基礎建設落後 來 中國大撒錢 跟你講240億美金 蓋這些基礎建設 來 你看其中最重要 這一條鐵路 這一條鐵路 直接從首都的馬力拉 一路到旅宋的南部的 馬特洛格 這個好事 南部比較落後 這經過了非常多的 國際海港跟經濟特區 這個總共600多公里 菲律賓沒有那麼多錢 這要光這一條鐵路 就要花30億美金 那中國就拍胸脯 來 我負責 我買單 所以你看這一次習近平去的話 可以說是錢灑的特別多 但是剛才慶賢你那個畫面有講 對 抗議的人一堆 怎麼會這樣 這個財神也怎麼令人這麼討厭 對不對 有300多名抗議的人士 聚集在中國駐 菲律賓的領事館 他警告杜特蒂 你這個總統 不可以為了爭取中國的一個經驗 出賣了這個菲律賓 他們不滿的地方就是 第一個 還是南海的一個問題 再過來 中國會利用金錢來控制菲律賓 他們說叫債務陷阱 你現在講免費的 那未來你逐步的把利率提高了以後 菲律賓當然就被你控制住了 是 他們現在 菲律賓的民眾 對反感的一件事情的話 就是杜特蒂是不是出賣了菲律賓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的話 如果過去的話 菲律賓的話是什麼 是跟美國結合在一起的 那麼跟美國結合在一起 但是沒有想到杜特蒂之後的話 是跟中國大陸結合在一起 那麼這結合在一起的情況之下的話 而且杜特蒂還特別飛到了北京 要了這240億的一個美金 所以菲律賓的民眾的話 一方面擔心說他出賣了主權 另外一方面他們也怕說 好 美其米是來這個進行 這所謂的一個基礎工程建設 但是實際上 你把手伸進到了菲律賓裡面了 對 杜特蒂當然就是親中氣美 但是你去看一下 一般菲律賓人民的看法不一樣 你一帶一路 你用一個鐵路 你給我們這麼多錢 你是不是要控制 好 這裡有一個 針對五個國家信任度的一個調查 美國是正的59 就是菲律賓的人 最相信 最信任美國 倒數第一名是誰 中國 戶16 那就是 菲律賓的民眾是不相信中國的 極度的不相信 所以老實講 其實有一個關鍵的一個因素 菲律賓的總人口大概1億 那華人就是100多萬 不到他們的2% 但控制了菲律賓60%的經濟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最新的 這個富士比的一個 菲律賓的富豪第一名 十字城183億美金 一看這個就是華人 這些總共前十大 菲律賓最有錢的富豪 華人竟然佔了7位 這個太可怕了 而且都是主要的企業 你看 這個施智成 他SM集團是流通業 還有房地產 還有BDO 菲律賓最大的銀行 最大的銀行 你的錢 也被華人給控制了 對 菲律賓的錢 都存在他的銀行 這塊你看 森麗啤酒的蔡啟文 然後陳絕中 這個快樂風 你到菲律賓 我覺得他的快餐還滿好吃的 對 都是他 謝智成 燒烤先生 所以你可以看 菲律賓 一般人的食衣住行 娛樂的話 都被華人控制在手中 我們就講這個首戶 施智成 他現在92歲 他年輕的時候 他做什麼賺到錢 把那個香菸美金 那時候美金住宅在菲律賓 把美金拿香菸 然後再轉到市中心高價把它賣掉 就賺了第一梯桶金 後來他的版圖 越來越多 現在他有一個集團 叫SM 這個SM的集團 光在菲律賓 就差不多有60家的購物中心 現在杜特地上來以後 他也跟進杜特地 在中國有7家 雖然說現在中國在整個集團 這個零售的流通只有2% 但是你可以看 蓋這個 他SM在天津濱海城的廣場 蓋了以後 媲美美國國防部的五角大廈 這個老實講 這是一個廣場 對啊 購物店 然後跟五角大廈一樣大 你逛了 我看幾小時都逛不完 投資30億人民幣 這麼堂堂的投資 40萬人 這個購物 這個天津的SM購物廣場 四十萬人 同時在那邊購物 40萬人 羅板的面積還有50萬的平方公尺 大家畫面上面看到這個 就是SM百貨 位在這個天津的SM百貨 的一個規模 那裡面的話 各大品牌全部都在裡面 可是沒有人知道說 原來這個SM是來自於菲律賓的 可見菲律賓的政府 以及菲律賓的華人 跟中國大陸的一個政府的話 關係非常非常的密切 對啊 你看施智誠他的家族 這個將近200億的財富 超過菲律賓這個國家 GDP的5% 你怎麼可以想像 一個人佔一個國家GDP的5% 我們現在是 我們都感覺很難 難以相信 你假如是菲律賓的民眾 你如何相信 然後他施智誠 就是光靠都特地上台這兩年 他的財富就增加了30億美金 就都特地上任以後的話 他財富迅速的膨脹了 對啊 所以很多人就感受到不平 感受不平的說 你看一下 現在有人說 這個中國是那個手 也伸進了菲律賓 我們來講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 克拉克的空軍基地 以前美國住在這個地方 有差不多90年 後來1995年就改成了經濟特區 然後2007年還變成一個自由港區 現在應該是什麼 收回來 菲律賓自己去花產 現在不是 你看這是誰 中國葛州霸集團 中國 中國進來 葛州霸集團 赤支20億美金 600多億台幣 準備在克拉克空軍基地 打造工業園區 你這個以前是這個基地 現在變成經濟特區 是應該菲律賓自己的民眾 自己的企業 自己的政府 來把它打造經濟特區 怎麼變成中國人的 是 而且這是非常的敏感的一個地區 這當初的話 其實是美軍的一個空軍的基地 那麼這個空軍基地 拆遷以後的話 結果沒有想到 他們要把它變成一個經濟特區 經濟特區工業區的話 拿下標的是誰 來規劃設計的是誰 是葛州霸公司 你知道美軍的空軍基地 它的戰略位置是重要 結果沒有想到 他們居然把這樣子的一個位置 讓給了中國大陸 國企裡面非常有名的 南源公司 叫做葛州霸集團 對啊 有人把它追進去 這是什麼公司 這是大陸的國企 並不是說只有在能源相關的裡面 還有軍事 對 大家就一例 這個是揮力賓的領土 你這個國際進來 你還做了一些東西 對 揮力賓不管是在經濟 或者在軍事上 有所威脅 還有心裡不平 你看這幾年 馬尼拉大概人口1000萬 中國人進來10萬 當然你會講說 這個人數也沒有頂多的 但是現在中國人進來 都是有錢人 來炒房 你炒房以後 我們看一下這個數字 多麼觸目盡心 這個是灣區 馬尼拉最精華的地段 還有房價漲27.3% 然後租金漲3.2% 就短短一年內 大概漲了三成了 對啊 但你想 對馬尼拉的這些 一般的菲律賓民眾 他作何感想 你中國人進來 你來炒房 對不對 我們的生活難過 對不對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中國人這樣進來以後 大家就有排斥 難怪叫你滾出去 這塊還帶來什麼 社會的一些治安 還有一些衝突 菲律賓有賭場 所以在馬尼拉裡面 有一個夢之城的賭場 這個賭場的話 你平常進去看這個 這個貴賓室裡面的賭場 好像也沒有什麼人來賭 但是看到這個 穿黑色整齊的制服 這些人工作人員都戴耳機 戴耳機幹嘛 接受電話下毒 所以沒有看到人 但是直接用電話線上面直接賭 那賭客是哪邊來的 中國 其實中國的賭客最常去的 過去最常去澳門 但是習近平上來以後 是不是打攤 他設定了很多的一個規定 比如一個中國人 一年只能匯出五萬美金 就是要賭你這一個 而且澳門這些賭場 也禁止電話下注 你要賭 親自來 不可以電話下注 但菲律賓馬力拉沒有這樣的限制 所以現在中國的賭客 能在中國 也許在別的地方 但是利用電話下注 下注了以後 你看好可怕 這個貴賓室的賭客的賭金金額 去年是多少 65億美金 增加一倍 這個是當地人賭的嗎 不可能嗎 是中國人來賭的嗎 那賭場大廳的賭金的金額 增加了31% 那問題來了 這個賭上來了以後 到底能增加幾個工作機會 不見得 但會使得菲律賓的一個貧富 更加懸殊 而且破壞他們社會的安定 好 這裡面你可以看到 光是這個賭金的話 光是去年的話 高達了65億美金 但是中國大陸現在 要晶圓菲律賓的話 要撒240億美金 甚至超過這個金額 那麼這一撒的話 那不得了 這一撒的話 其實引起中國大陸 民眾的一個反感 那麼這一帶一路之下的話 其實這個為了要鞏固 這一帶一路的這些 所謂的一個邦交國 那戰略的一個位置 那不斷的一個撒幣 從這個八牛撒 撒完撒溫萊 然後撒到了菲律賓 那麼之後的話 還要撒到哪邊去 撒到了這個馬爾地夫 那麼馬爾地夫的話 今天也宣布 終止了跟中國大陸的 經貿往來 過去所簽下的一個 經貿政策的話 現在也終止掉了 那麼這一帶一路的話 是不是會終止了 這整個習近平的一個 戰略佈局 沒錯 事實上2013年 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之後 他從過去到現在為止 陸陸續續承諾 跟已投入的金額 有人預估說 已經高達大概1兆美金 這上慶選你知道嗎 這一帶一路的總投資金額 根據中國的預估 有可能會高達8兆美金 這是一個天文數字 他目前已經在65個國家 提出相關的投資項目 這65個國家包括什麼 我們先給大家講最近的 最近2014年 今年4月在博敖論壇就說 我要承諾增加5億元人民幣的 亞洲論壇這個部分 大概是折合新台幣23億 好 7月的時候 他去沙烏地阿拉伯 所謂的中阿合作論壇 他就說要提供200億美元 沙烏地阿拉伯已經很有錢了 他還要提供200億美金 他就說我要做什麼 我們有7億plus的合作案 這200億美金 然後斯里蘭卡 我們說我們投資20億人民幣 免錢就送給你了 然後還有南非投資 大概147億美金 折合新台幣是大概4542億 然後9月的時候又去非洲 非洲合作論壇就說 我要提供你們600億美金 折合大概新台幣是1.8兆 所以這個算下來的話 我們光是從4月算到9月 才5個月的時間 就已經2.9兆台幣 這個數字真的很多人都說 中國原來這麼有錢 所以很多外國單位當然是 迫不及待你這麼有錢的話 我都要給你要 這個一帶一路的投資案 這實際上到底有沒有這麼多的錢 進到世界各國裡面 那當然就是習近平出去的時候 他當然就是說 你這些國家需要基礎建設 那我就給你一些基礎建設 那實際上到底有沒有達到 當然這個目前都是承諾 或是可能提供 還沒有陸陸續續的達成 但是大家看到這麼多數字來說的話 會嚇一跳 為什麼 因為很多中國大陸人 很多的民眾就說 你都是在照顧國外的人 那你為什麼不看看 我們中國大陸的民眾 也很多人在脫貧階段 甚至需要扶貧的時候 如果你能把這個錢拿去扶貧的話 那是多好的一件事 所以他這個一帶一路 在中國大陸內部或是在海外的話 其實也有引起一些人的 不諒解的狀況 為什麼這樣說 你看 在中國大陸 目前根據他們的統計數字 還有7000萬人人口上代脫貧 如果你把那個我們剛才講到 一兆美金把它挪過來的話 我們不要講一兆美金 我們先講 他說援助非洲的600億美金 這個只有今年 這是今年度的 對 我們先用600億美金來算好了 600億美金的話 我們算一下等於4100億人民幣 4100億人民幣 是什麼意思 是全中國用來最低生活保障支出的 2.78倍 也就是說他們有所謂 最低生活的水準 你低於以下 我要保障你 他那些費用的話 是2.78倍 然後他們中國大陸還有用一個 城鄉居民的這個基本 養老保險補助金 就是有保險補助金 不夠的時候國家之印 金額的話大概也是2倍左右 然後用這個數字的4100億 是全中國大陸用在 社會福利支出的6倍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個相當非常非常多的一筆錢 甚至有中國網友說 這是全國教育支出 加上困難群眾補助資金的這個總和 所以很多人就說 你為什麼不把這筆錢拿來國內 你這樣子一帶一路弄出去的話 到底會有那個具體的成效嗎 所以等於是說自己的民眾 他其實是需要照顧的 而且如果一個國家 正常的一個國家的一個發展的話 他其實應該內部的時候 已經達到了一個富有的一個階段的時候 他才能夠往外面去擴張 可是現在反過來了 他反而是先去進行 對外的一個擴張的一個政策 不過這對外的擴張政策的話 也引起了全球的一個關注 連美國都在擔心 這有什麼不好 沒有 如果是說 如果你假設的一帶一路 是把中國的東西往外輸出 而且讓這個 再接受你補助的國家 也對中國很好話 當然沒話說 這中國當然會有收益 可是問題是 你現在去補助這些一帶一路的國家 這些國家反而還跟你反 我們現在講幾個國家 第一個就是剛才慶雪講到的 馬爾蒂夫 馬爾蒂夫前一陣子才進行總統的大選 總統大選 他們這次總統大選 一樣他們打什麼 他們這次總統大選的主軸就是 親中跟反中的決戰 結果沒想到最後 是親印度跟美國這個新總統上海 結果他上海 他馬上就宣布說 我們要廢除一帶一路 為什麼他說要廢除一帶一路 他說因為一帶一路 我們現在已經拚臨了破產的局面 甚至在過去幾年的時候 舊的馬爾蒂夫總統 他跟中文大陸走得非常近 所以他跟中文大陸 簽了一系列的一帶一路的專案 包括說蓋機場 然後蓋道路 甚至還有這個中馬友誼大橋 這是在他們首都附近的一個大橋 這個大橋就花了兩億美金 但事實上很多人就說 你蓋著這個大橋每輪每換 但是在上面跑的人根本就很少 就是說他從前前後到目前為止 已經欠中國的資金的話 大概是15到20億美金 這個折二千台幣是442億 到590億台幣左右 這個為什麼會很嚴重 目前馬爾蒂夫一年的GDP 也才60億 他居然就佔了四分之一 所以這一筆錢 已經是把整個馬爾蒂夫 整個經濟有可能都會拖垮 所以他就說 我們這樣的話 等於就會變成是 中國的殖民地 你知道這一次 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的話 他其實援助的國家 或者是說金援 以及合作的一個國家的話 普遍來講自己本身的財政 已經有出問題了 都不好 那麼如果說 中國大陸真的把這個 所謂的一個資金 投入到這些國家裡面 到最後還是會出現債務的問題 因為這些國家根本也還不起 對 所以彭氏才會批評說 你根本就是故意讓他陷入財務的危機 然後你再來收購他們的東西 譬如說像之前的 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 他就是這個樣子 他根本沒辦法營運下去 沒辦法營運怎麼辦 中國很簡單 那你這個就給我吧 這港主委變成我的 所以現在很多國家是擔心這樣 你看馬爾蒂夫 事物一到二十一 他根本還不起 還不起那怎麼辦 他說搞不好就把國土給他 這就是他們現在擔心的這件事情 好 除了這個馬爾蒂夫之外 還有一個國家叫老臥 老臥其實我們台灣叫做寮國 這個老臥的話過去一段時間 因為他跟 因為他其實是中南半島唯一沒有靠海 他鄰近的國家就是中國大陸 還有越南這幾個國家 所以他跟中國大陸過去關係非常密切 老臥為了要經濟發展 中國大陸這幾年就跟他說 我們幫你蓋一條鐵路 叫做中老高鐵 這個高鐵是從昆明到萬象這個地方 一共前前後後 清雪你知道投資多少 投資快要50億美金 50億美金砸下去之後 現在整個老臥欠中國大陸的錢 佔他們整個GDP總值 高達多少 93% 全部都是欠中國大陸的錢 你想也知道 這個絕對不可能還得起的 所以現在老臥 連他們過去跟中國大陸這麼親密 他現在都開始想 糟糕 我要是還不出你錢的時候 我到底會變成是怎麼樣一個國家 好 除了這個老臥之外 我們再講 前一陣子今年年中的時候 馬來西亞不是經過一個政權的輪替嗎 之前我們也講過一馬案對不對 事實上這一次的 馬來西亞的決戰裡面也是一樣 一馬案是主軸 另外一個就是親中跟反中 一樣 馬拉底上台之後 你看他做了什麼事 他馬上就宣布說 我要暫停所謂的 跟這個一帶一路相關的這個動態 他是後來還去訪問中國大陸 訪問中國大陸回來之後 他就說 他認為中國大陸能夠諒解 他一空停了三個東西 哪三個東西就跟大家講 一個是新馬高鐵 原本他們有一條鐵路 是從這個昆敏這樣一路往下來的話 經過吉隆坡然後到這個新加坡 他就說這條鐵路我們不能蓋 因為這條鐵路 其實蓋下去的話 尤其是吉隆坡到新加坡這一段 我們一共要花270億美金 但是這裡面的話 你看你自己算算看 吉隆坡到新加坡 這邊只有四個站 中間四個站 但是我要花270億美金 想也知道這個 下去絕對是打水漂 所以這個案子我絕對不要 另外還有一個什麼 東馬鐵路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在沙巴的這個 所謂的天然氣的開發 他說這幾個案子下來 我們至少要增加500億到600億美金 的支出 你說這個 現在外債比已經佔這個GDI 比重已經高達70% 如果再加上這些下去的話 搞不好會高達100% 我們這個馬來西亞 就整個幾乎是永遠還不起 所以這個馬哈迪 才有藝人決定說 我也不要這樣做 所以你就知道說現在 很多過去支持 一帶一路的這些國家 其實現在陸陸續續 都已經呈現一個 反對的這個局面 我們講事實上這個 中國這樣一帶一路下去 這樣子建設之後 現在有美國媒體出來唱衰 我們像之前是美國官方 現在美國的這個 包括很多主流媒體都說 你這個一帶一路搞不好 會是什麼 美國媒體說 會是重蹈蘇聯的厄運 為什麼這麼說 為什麼會這樣講 大家想說 這個跟蘇聯有什麼關係 我們先跟大家講 蘇聯是什麼時候 1922年12月30日 紅色十月革命成立之後 他在1991年的12月25號解體 那麼到蘇聯 他在解體之前 他也是個共產國家 那共產國家 除了是共產國家 跟現在中國很像之外 他在什麼 他在當 他要瓦解之前 他也是不斷的金援各地 我先跟大家講 譬如說1960年代的時候 蘇聯開始開發什麼 這是過去蘇聯的土地 蘇聯的土地的時候 他開始開發 過去的西伯利亞這一帶 西伯利亞他蓋什麼 蓋鐵路 然後蓋天然瓦斯蘭 然後去開發什麼煤礦 鋁礦 這個跟中國大陸 大興土木是不是很像 在海外地方 或是在不毛之地 蓋這些是不是很像 第二個 蘇聯還經營什麼 他的加盟共和國 我們知道現在俄羅斯 只有這一塊對不對 但是其實前蘇聯的時候 還有包括哈薩克 烏茲別克 土姑曼 亞塞 拜蘭 烏克蘭 白俄羅斯 還有波羅的海三小國 這些都是以前 他們的加盟共和國 結果蘇聯怎麼辦 這些加盟共和國 他只要沒有錢的時候 他就跟你說 老大哥 給我錢吧 所以蘇聯是書寫在支持他們 也就是為了要維持 蘇聯整個帝國成型的時候 要不斷的書寫給他們 所以也就是跟現在很像 我就不斷的給你錢 一模一樣 然後最後他還做什麼 當時蘇聯是 所謂第三世界的代表 他跟美國能夠打冷戰 為什麼能打冷戰 那時候大家覺得很恐怖 因為整個中東的鐵幕區 包括那時候很多共產國家 還有包括說像北韓 還有古巴 越南 那些共產國家 聽學你知道 他們都是吃俄羅斯 蘇聯的奶水 也就是當時蘇聯 是不斷的給他們 經濟的援助 我們給大家講 二戰結束之後 蘇聯在第三世界展開了 大規模的經濟援助 他說到1981年的為止 他經營的國家64個 你看 這是不是跟現在的一帶一路 非常像 他總共提供了多少 美金大概是1490億 這是在1990年代的1490億 這是多誇張的數字 這是蘇聯GDP的8% 跟現在大陸的一帶一路 規模還要更大 所以你知道 現在他這樣投資下去之後 他這樣下去之後 這些國家都經濟很好 結果沒想到 蘇聯本身的經濟就慢慢慢慢的萎縮 後來到了1991年 蘇聯瓦解之後 慶選你知道出現什麼狀況嗎 什麼狀況 過去仰賴他非常重的那些國家 都跟著倒楣 我舉三個國家 一個是古巴 一個是越南 一個是北韓 北韓經濟為什麼會破滅 就是跟蘇聯瓦解很大的關係 過去北韓的經濟 很多都是跟蘇聯 蘇聯當時有很多重工業的東西 他就拿給北韓做 他很多北韓做的重工業 就賣到前蘇聯去 也就是說他其實是靠著蘇聯的奶水 蘇聯也給他 你要蓋公路鐵路我也支援你 跟現在中國大陸搞的 是不是一模一樣 所以很多人就說 因為蘇聯這樣子 他整個後來經濟 經濟慢慢萎縮 甚至因為一帶一路這些 或是援助別人 沒有任何效應之後 你借他的錢 你總是要能夠還回來 還不回來是你自己倒楣 所以整個蘇聯後來瓦解之後 人家就說 難怪美國媒體會說 你現在如果一帶一路真的失敗的話 那會不會跟蘇聯當初解體 或是當初他拜完了的時候 這個歷史故事是非常非常類似 好 這些冷戰時期的話 是不是要進行一個所謂的 貿易保護的一個壁壘 所以各大企業以及各個這個國家 開始形成自己的一個保護壁壘 我們要看到的是日本 那麼日本的話日產 Nissan 是不是出現了一個政變 而這政變的背後的話 是不是日本以及法國兩邊強權國 在爭奪汽車市場裡面的一個險期 好 這個險期是怎麼發生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高恩 也就是這個 Nissan 被稱為救世主的這個高恩 在昨天的時候 遭到了這個東京地檢署 這一個追殺 然後把他逮捕了 這一逮捕的話不得了 起出了高恩很多很多的一個罪狀 可以看得出來的話 日本這一次是有備而來 而且是動用到了國家的一個力量 那麼法國這邊的國家的力量 也開始介入了 對 日本汽車今天在法界裡面 發生震撼的一個風暴 竟然日產汽車的跟 之前提到薪水少爆 大家覺得說這個外國人老外 在我們日本裡面到底幹下什麼 不為當張的事情 好 現在東京整個地檢署 在注意這個人 好 最近又查出不止他的問題 案外案 呈現出他另外一個合謀 就謀 雙方互謀 這個就是另外就是什麼 日產汽車的代表董事凱莉 這個凱莉基本上 竟然在語音裡面被攔截說 避免留下證據 那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他是什麼 他是跟的什麼 共同證犯 好 那他怎麼共同證犯 他花揮接下來花揮的指示權 指示兩個人 第一個就是整個的 你上的這個 所謂的外籍的董事 那外籍董事這一位 常年是在什麼 在外面是管理荷蘭 日產子公司的一個什麼 法務人員 他是一個法界人士 另外一個 我們凱莉也另外指示 日本籍的高官 這個就是什麼 秘書長 這等於你上的一個秘書長裡面 專門負責房產什麼 購買什麼 房地產 好 那很簡單 等於說跟所有的錢 他是變成天堂文件裡面的主角 天堂文件主角是什麼 海外洗錢 海外洗錢透過什麼 凱莉 凱莉在透過什麼 兩位親信 進行海外的什麼洗錢投資 他把錢丟到外面 等於是說這外籍的董事 以及日本籍的高官的話 變成了一個白手套 因為他們都不在你上的 這個公司裡面 全部都是在海外的公司 好 那這一個外籍的 這一個白手套的 他進行什麼樣的交易 我跟你講 白手套的交易 好 我們來看這個表格裡面 這個表格裡面 各位看一下 跟透過這樣的子公司 轉轉之後 在世界各地買豪宅 豪宅最容易 因為豪宅是不動產 把動產錢換成不動產 第一個我們看 巴西里約那內湖 竟然跟 這是跟童年的地方 他竟然這裡買個豪宅 超過五億日元 對不起 他是用什麼 是用荷蘭的子公司 就這一個人 外籍董事 外籍董事這家子公司 去什麼 去買荷蘭的里約的房地產 這是老套的做法 子公司去買 好 他不只說巴西 黎巴仁也去買 黎巴仁的貝魯特 這什麼地點 也是什麼 也是跟童年時代的過程裡面 他 你看也是少年的時代 他就買他的記憶的地方 也是什麼 用子公司的墓地 這家子公司 這邊大家去查 去查這家子公司 專門做投顧 投顧證券什麼東西 結果這家子公司 竟然沒有什麼 任何的合約 是投資在證券裡面 反而是什麼 去買不動產 那你這主要的標的 是在投資股票什麼公司 就他另外去買不動產 另外哥恩也在法國巴黎 那但是沒問題 這個是由尼洛大本一附近 也是用子公司去買 好 另外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 他有個租的房子 他不是自己付租金 是什麼 公司付租金 好 那這個洗錢完畢之後 他就慢慢的輪廓出來了 海外洗錢天堂文件 就是大雙老師他 結果什麼 不得了 這兩位 因為這位是懂法律的 所以在東京地檢署 在他們在調查 叫做特收部 東京地檢署有個特收部 竟然收出這樣的輪廓之後 直接跟這兩位 裝著親信來談 我覺得你們是不是要把整個事情 暴露出來 經過談判之後 不巧 完了 這兩位 從白手套變成什麼 污點證人 完了 原本是白手套是親信的 他對瞭解印章 所有的投資洗錢的方式的過程 文件都有 竟然變為什麼 竟然變為污點證人 那怎麼樣 真相就大白了 那這樣子的情況就是日本 尼桑 尼桑裡面有人出面去檢舉 那麼這一檢舉的話 檢舉到日本的一個司法部門 司法部門開始去追查 追查過程 然後找到了這兩位 污點證人 污點證人 你知道嗎 這一次發生的事情 讓日本的這個尼桑公司的員工 非常非常的震驚 因為他們一直覺得說 這個尼桑 是一個起始回生的一個公司 然後尼桑現在 基本上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怎麼會有可能 我們的會長 被這個政府給逮捕走了 所以很多人都說 怎麼會這樣子 那太糟糕了 你怎麼會去貪污這個錢 可是說實在的 這個金額的話 如果按照剛剛高超所說的 這種方式的話 其實已經很老套了 就是說用海外的子公司去買 或者是說第三地的公司 去買自己的一個資產 而且你說它的資產總值非常的高嗎 也沒有高到哪邊去 如果以按照這個高恩 讓這個Nissan起死復活 然後重新再讓這個巨人 重新再站起來 照到底講的話 他會應該輕輕放下才對吧 我們看光這個案子 光這個豪宅就五一日圓 如果是乘以四的話 起碼是二十億到三十億日圓 其實還好 可是覺得這個是不妥 為什麼不對 為什麼我看這張表格 簡單的講 因為格恩現在目前擔任三個職位 三個會長 一個會長 兩個會長 一個社長 他持股 格恩持股 雷諾 法國雷諾43 這個部分是43.%是什麼 持股日產汽車 然後日產汽車持股 法國雷諾15% 這兩個交叉持股 好 我們再看一下 格恩是當這個社長 你上的社長 好 另外他預定出任是三菱的社長 他已經是擔任三菱的董事長 這樣的話 日產汽車又持股34% 換句話說 我們大家表面上 東京現在目前只查到這樣的錢 可是他們交叉持股的 盤根錯節的交叉持股 交叉持股 這個資金的運用 你將來無限想像 是 我這邊可以拿錢 這個像是一個線頭 這線頭一出來以後 我已經找到了這個罪狀以後 我就開始再回過頭去查 這三家公司裡面 因為格恩在裡面所扮演的一個角色 扮演著交叉持股 請問慶雪 如果這樣的話 我要挪用一筆 100億的日元 太容易了 我交叉持股互相來 而且印章 三個印章都是我在做決定 所以日本東京非常的恐怖說 如果將來 以他這樣盤根錯節的話 將來要挪用多少資金出去 到天堂文件 你可能沒有辦法去控制 所以這目前來講 這樣是一個直學點 一個聽聲點 日本東京想把它停到這裡 以後再慢慢先把阻礙 以後吃金再繼續外出 好 這裡面壯大的是誰 壯大的是雷諾這一家公司 你看雷諾持有日產公司43% 所以雷諾在這裡的話 其實不管是日產或者是三菱 只要銷售出去的話 其實真正賺到錢的 其實都是回到了一個母公司裡面 就回到了雷諾 雷諾在這邊持有43.4% 那告訴各位 雷諾你上面的話 最大的一個老闆是誰 最大的老闆就是法國政府 法國政府 法國政府持有雷諾高達了15% 到19%左右的一個股權 對 我們看法國雷諾 其實政府那隻黑手出去 但是我們很懷疑 法國那隻黑手代表人就是他 我們還有一段很簡單的過程裡面 他竟然是所謂的日產汽車會長 事實上他另外一個職稱 叫做三菱的董事長 他怎麼從日產變成三菱 原來三菱跟日產之間 彼此有研發合作 有代工 譬如說日產的代工 就是透過三菱來代工 不得了 2015年 三年前的11月 三年前的今天 忽然發現 他們發現這四款車 這四款車是什麼車 這四款車是所謂日產 跟三菱合作的四款車 他們大概就是MVP 就是輕自動車 在四款車裡面 竟然發現數據造假 什麼數據造假 是燃油的數據造假 什麼叫燃油數據造假 譬如說我實際的油箱 跟標注的油箱 我實際的油箱很省油 省油來自哪裡 原來他們測試 剛開始三菱是什麼 造假 為什麼造假 他把一般 請學我們在開車的時候速度很快 跟地面是不是有阻力 把那個阻力係數降低到7% 降低到7%之後 你的汽車省油就提高了 錯 他這個數據是造假 那這個數據造假 誰弄出來了 好 就是戈恩 戈恩 基本上什麼 基本上有人去透過檢舉日產 說你合作的對象三菱造假 結果戈恩太高興了 為什麼 他好不容易 因為雷諾只抓到日產 日產現在要怎麼樣 抓到三菱 日產現在要抓到三菱 好 這個簡單出去的 竟然有多少 三菱竟然代工日產油 62萬5000輛的車子 全部造假 總金額要賠償多少 10億美金 好 這10億美金出現出來的時候 Mizubishi日產的什麼 這個三菱的董事長叫做澤川 就下台一局工 下台一局工 工資沒有人 他就來接收三菱 是 所以密告的人是高恩 然後密告說你這個 三菱的一個燃油量的話 其實他是造假 然後你我把三菱搞垮以後 我再回過頭來把三菱整個 把他接收下來 我跟你講 剛剛提到 日本政府 不是 法國政府伸手雷諾 雷諾伸手 你上 你上什麼 你上又伸手什麼 民宿部信 所以這個供應 他一下要吃一下 日本的所有的汽車 好 我要講一個小差距 竟然這兩台 是在三菱裡面的測試出來的 你完蛋了 你三菱自己造假 我就帶到你的開發部門 裡面的測試部門去測試出來 原來你數據造假 就在你什麼 三菱的本部裡面 裡面的燃油的數據 都所謂的測試的參數 全部都是假的 好 那這樣出來之後 三菱股票是不是會跌 跌到多少 跌到495塊美金 結果495塊美金 總共蒸發多少 66億美金 當初的時候 在最低的時候 他花了600億的台幣 戈恩花了600億台幣 並購Mitsubishi 37%股權 不得了了 37%股權就控制什麼 三菱了 所以這個是一連串的下來 等於說是 你看三菱汽車會長 這個就是一下還一舉光 其實說實在 用600億買下了整個Mitsubishi 台幣 買下了整個Mitsubishi 整共大概 將近四成的一個股權 因為Mitsubishi 當時的市值太高 所以趁它的時候 發生這市值 把股票打到低的時候 495塊再併購 你看雷諾汽車在全球裡面 它的發展有跟Mitsubishi 有跟日產一樣嗎 對 我相信沒有的 可是藉由這樣子的一個併購的過程的話 從併購日產到併購了這個Mitsubishi 全部掌控在雷諾的一個身上 那麼可見這個佈局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久的 高恩其實在45歲的時候 就已經接手了這個日產公司 現在的年齡是60幾歲 原本他應該要退休的 但是沒有想到他的合約 所以他現在又延到了 等於是延退 延退延到了什麼時候 延到了2022年 也就是說高恩要掌控 這樣子的一個汽車龍頭 包含了雷諾 包含了三菱 包含了日產 還要再經過四年的時間 那麼這四年一弄下來的話 搞不好整個的汽車王國的話 全部都被搬到了法國去了 法國 對 慶全體道對 其實法國的野心一直在 在全世界的汽車界 他雙手併出去 我們看這是戈恩 就是現在的所謂的三菱 你看他有三個頭銜 你上 三菱 雷諾的頭銜 都是會長 這一握手 就把過去的秘密給透露出來了 這個人是誰 這是法國總統馬克翁 這人是2015年的時候 是法國經濟部長 好 我們來看 這一握手握出整個法國的 所謂的狼性的併購 全世界汽車的野心 好 我們來看 其實最早的時候 最早法國政府他們覺得說 我今天是政府 我伸手進去雷諾 那雷諾幹嘛 你雷諾去幫我併那個什麼 瑞典的VOVO 他最早在1990年的時候 他本來要併VO 併VO 結果VOVO最後不讓他併 我們是瑞典的車主 我幹嘛讓你雷諾來併 好 他就轉向 從歐洲 德國各方面 轉向到日本 各位看 我們從1990年之後 在200年法國轉向了 轉到東北亞的日本來了 野心很大 在200年之後 日產獲得雷諾 13.5%的股權 但是 各位看一下 但是雷諾擁有日產的 完全掌握權 但是日產卻沒有投票權 這是第一步曲 我要先要吃你的 這個日本的泥沙 我第一步曲 我先進來13.5% 在打過了幾年之後 法國政府在2051年的時候 雷諾股東的投票決定 不主要法國政府提供 Floor Ranging 這個是一個特效要 但是這個特效要基本上是 好 我們要看慢慢 該法案允許長期投資 擁有雙重投票權 等於是他的話語權又更重 強化 法國在雷諾的話語權 當然話語權 除了話語權之外 我要股權 所以法國政府再手再伸進去 再什麼 再投資雷諾比例 從15%提升到19.7% 那天啊 雷諾不是變成 國營事業吧 好 但是雷諾 這個時候對所謂的日產 強烈的形成壓力 結果日產反制 你今天要持股我 我現在日產也要持股你 所以日產就擴大 對法國雷諾的持股 從比例從現有的15% 增加到25% 換句話說你投資我 我投資你更多 為什麼按照法案的規定 雷諾將會上市在日本 43%點的投票權 因為什麼 25%之後 有一個反制的效用 日本的法令 25% 你如果投出25% 我也有一個反制的效益 所以基本上 八個月後 後來這個有點落幕了 八個月之後 法國政府宣布 擱置雙重投票權 好 我們看到這尼桑的一個政變 背後所代表的是一個日法大戰 這場大戰裡面看起來 日本以及法國都不能幸免雲難 尤其是在這個中美貿易大戰的 一個情況底下 那麼這個尼桑的一個股價 今天有止跌回升 那麼上漲了0.36% 但是中美貿易大戰底下的話 昨天的美股是大崩盤 跌掉了500多點 那麼也反映到了今天的台股身上 台股今天收在了9741點 那老師未來的話 是不是應該要盡量避開 這所謂的一個蘋果的一個效應 那麼蘋果下修的一個幅度 確實是非常的高 尤其是鴻海 鴻海今天的一個股價裡面 捲失之後的話 看到了一個最低點的一個位置 其實鴻海是高點122塊 跌到今天68.9的低點 其實跌幅已經高達 百分之43% 其實很重 甚至你看到融資近期 大減了將近4萬張 其實大家都很愛鴻海 可是你看到也是傷得滿重的 外資還是在這邊持續還是賣 對 還是持續在做賣場 今天還賣了1萬多張 今天已經低檔位置 賣資還在賣 因為它是被動的賣場 被動的調節 那不對 不過你把鴻海的長線打出來看 這是這十幾年的鴻海的一個月線圖 如果說我們真的要看一檔股票 在長期的歷史的方向 我喜歡用十年線 因為十年線代表這檔股價的 在長線的一個 它的一個位階 你可以看到 這邊是52塊6 是在2008年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2008年的時候是很慘的 那時候房地美 房利美 對不對 每個都破產 甚至AIG也瀕臨倒閉 還要美國政府去救 對不對 那時候跌到52塊6 但是這時候 你說中美的貿易大戰對不對 Apple的利空 其實Apple只是銷售不如預期而已 對不對 那為什麼股價 其實它今天來到68塊9 如果說你把它的減資 它減資兩成的一個價格 算下去的話 其實應該是算57塊多 它除以1.2的話 所以把它減資 把它還原之後的話 其實大概是57塊 跟這個2008年的52.6的話 相去不遠 相去不遠 你說現在的景氣有這麼差嗎 好像也沒有 現在其實據我的觀察 我在業界 電子業界 問了很多的業界的朋友 他們只是說 青年年初大家看太好了 一直在不斷的備料 因為中美貿易的問題 大家備了很多料 搶了很多的貨 所以你看到被動元件都大漲 但是你看到說 從7月開始以後 川普越打越烈了對不對 好像不放手了對不對 一直要掐著中國的脖子打 對不對 所以大家開始害怕 開始緊張 開始縮手了 所以反而變成說 今年年初大家看太好 然後到現在大家又看太壞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 因為你看到很多的電子業 其實訂單來說 但明年大家都非常的保守 但是真的景氣有這麼差嗎 還沒有看到對不對 你看到其實來說 你看NVIDIA也好 AMD也好 甚至來說很多公司 其實銷售的狀況都還不錯 只是沒有預期中來得好 不過美國的五大巨破的話 現在股價也是跌得亂七八糟 像Facebook的話 已經跌到 快要到將近四成了 其他的話 都有20%到30%左右 老師這樣的情況之下的話 到底應該要怎麼樣選股 尤其是鴻海 鴻海在這一波裡面 跌幅非常非常的高 從這個高達位置跌下來 已經跌到四成三了 休息一下廣告之後 再回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全能事務所 剛剛老師特別提到的鴻海 鴻海的股價 從這個高達位置下修下來的話 已經將近了四成三左右 鴻海怎麼辦 持有的人怎麼辦 好的 我想以十年線來看 它已經逼近了歷史的低點附近了 現在景氣狀況也沒這麼差 當然Apple的手機銷售是一個事實 所以要看未來一個新產業的運用 可以看到說 其實這十年來說 鴻海股價為什麼越走越低 就是整體的一個 代工的一個產業的一個興衰 然後慢慢的一個 逐漸的走落 近期來說 就是以現今 來做逢低布局的動作 近代它做一個反彈的走勢 甚至另外一檔 今天比較重要一檔股票 是2327的國距 今天的國距來說 走勢就比華興科強了 不過來說 它比較可惜一點 今天沒有漲停板 為什麼我說比較可惜 今天的國距來說 走勢就比華興科強了 不過來說 它比較可惜一點 今天沒有漲停板 為什麼我說比較可惜 因為股價從1300 跌到282塊 跌到1000塊對不對 你說一個技術面的反彈 弱勢的反彈0.382好了 對 要彈382塊對不對 今天也只小漲了19塊而已 在今天這麼強勢的一個 開梨走高的格局裡面 它沒有攻上漲停 當然我是覺得美中不足 當然來說 它還是比較大的原因 是帶一個籌碼面的因素 整體的籌碼 你看到這一波的下跌 其實融資是打死不退的 你看到投信的賣鈔也好 投信的停損也好 大戶的停損也好 融資打死不退 所以國距來說 如果說明天能夠帶動 整個反攻的氣勢 如果說然後 最近幾天能夠有一根漲停板 甚至能夠帶動 華興車的漲停板 我認為這大盤有機會 走一個大反攻 軋通的行情 大家好日子就要來了 好 那老師 未來的一個 這個產業資源上面 它的一個被動原件 缺獲的一個問題 好 好